上個星期 AOC 說了一串 極度錯誤又非常愚蠢的話 當然 AOC 說了一段很蠢的話 好像沒什麼好報導的 因為他好像沒什麼能力來說 經過大腦的話 但是這段影片非常值得討論 不是因為他說的東西完全是錯的 還有很蠢 而是這段影片錯的蠢的太完美了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提醒說 我也看得到發脾部的工作 我們獲得國人的額衣化 使人們的國人 讓人給予禀 free to give birth 是否批准 ieso算 自己可以給予 孩子的錢 或兒童 是個壓力的問題 一定有辦法 保持下去 基本的工作 to large-scale employers and to employers to be to work more against their will to take second and third jobs against their desire and their own autonomy and so the idea that um that abortion and access to abortion is somehow not a profound and central economic and class issue and class struggle um is certainly something that i think a person who's never had to contend uh with the ability to carry a child um you know it belies that perspective 他在这边就说就是堕胎是劳工阶层很重要的一个制度是摆脱这个资本主义资本家迫害的方式斩断魂结 稍微如果这是真的话为什么所有的大公司还会这样支持 而且资助这些献祭孩童的邪教仪式 为什么Rovie Wade判决出来之后所有的大公司Google Amazon Walmart 几乎所有大公司都在说他们会支持甚至付钱让他们这些在禁止堕胎的州的女员工 不只是女员工了现在还有男员工可以去堕胎了去可以堕胎的州来堕胎 然后又是什么开记者会又发新闻稿老板愿意花大钱为了员工 这些老板都是佛心来着吗我们可以看得很明显堕胎的确是一个阶级问题 但是跟AOC说的完全相反堕胎是一个资本家的武器一个可以让他们的员工可以工作更多更没有休息的时间更没有人生的手段 女人只要有了小孩就会比较长请假他们怀孕的时候他们生产的时候甚至到他们 生产结束后做完月子后他们还不一定会保证回来上班 就算女人回来上班小孩要去看医生小孩的课外活动钢琴课小提琴课画画课周末连假出去玩 有小孩的女人他们的重心会放在孩子身上这样的女人比较不会继续当老板心中的好员工 比较容易分心重心不会放在事业上也不会全心全意为了老板而付出 因为他有小孩了小孩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老板的目的是要增加工作效率的话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叫女人杀死自己的小孩 甚至出钱让女人杀死自己的小孩然后回来在那边继续工作 如果AOC有任何一点脑子的话他就会发现 为什么全美国几乎所有大公司那些掌有权利的金钱的大财主每一个都支持他的方向 为什么他这个这么没有能力的人却可以有这么多的新闻版面 为什么这些有钱人开趴的时候办大型活动的时候会邀请他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公司把大把大把的钞票送给一个众议员 如果AOC真的是一个为了人民为了劳工来抵抗邪恶资本主义压迫的先驱的话 那么我们看到的不应该是那些大财团不但不会给他钱 还会不断的攻击AOC吗或者是至少不会支持他不是吗 事实就是AOC不是一个先行者 也不是一个为了劳工奋斗极端分子 更不是任何一个大公司企业的威胁 这些大型企业这些公司知道他们的敌人是谁 他们的敌人在乎个人自由在乎公平竞争在乎道德伦理拒绝压迫 支持创业支持人依靠自己的努力得到财富得到自由 这些人是保守派他们知道AOC会帮助他们弱化他们的员工 让员工更依赖更无法创业 这个样子大公司就可以真正创造出垄断的市场 AOC会使用政府的力量来帮他们抄卖枕头的Mike Lindell 他家超川普超家这个Rudy Giuliani 如果他们的员工去1月6号抗议的话FBI会把他们抓回来关 这个就是最大的官商勾结最大的人口买卖最大的大屠杀计划 促成的最大的奴役制度政策 受益的永远是那些左派的大公司 所以AOC这样的政客绝对不会被他们攻击 因为他们站在的是同一阵线 请不吝点赞订阅